若是超人妈一天工作16小时 独掌三子女 这样辛苦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啊 小朋友有听话就都可以啊 一天工作16小时 这是45岁小丽的日常 因为她身健父职 得独立养三子女 小朋友她是我贵女的样子 没有他们的话 今天没有 有这么多人可以帮我 我有他们 坚强 乐观 是对孩子们的最高教育 但她患有先天无红魔症 重度弱势 照顾孩子分外辛苦 字比较小的人 就会比较看不到 就是一定要放大镜 要随身带着 要不然就有时候 就请小朋友命给我听一下 从小到大 看字就比别人吃力 考驾照找工作处处碰壁 好不容易有了工作 却车祸断了右脚 一切的不幸没让她失智 因为自己得成为孩子们的灯塔 坚强 乐观 不快乐的话 小孩子才会幸福啊 为母则强 孩子也争气 大女儿和妈妈一起打工 煮饭小儿子抱贝 一家人每因爸爸抛家弃子 让生活陷入严东败北 孩子改从母性 创造幸福人生 妈妈如因我该 一家更别人 福报中心 新主报道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李正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市集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工 权 转发 打工 权 滚 转发 打工 权 转发 打工 权 转发 打工 权 的 压力